有些時候,尤其是比較冷門的,或者是剛開始出現 但是資料還不是那麼多的時候,也許Google暫時找不到 但是您可以試看看這個Google的所謂的快訊 我知道老師有沒有用過 因為當天證明如果今天找不到 也許老師明天你還會想再試看看對不對 後天也許還想再試看看 因為每天都有不斷有新的資料進來 但是請問你會試幾天 試過三天沒有你就不想了 對不對 但是有些議題是你要持續關心的 那怎麼辦? 用盡的 因為你沒有那麼勤勞,每天都去查 而且你每天查,有可能查到資料是一樣的 所以如果要用這個關鍵字,你是在Google裡面暫時找不到的 你可以利用所謂的快訊 那你看一下這邊,在更多裡面,就是一樣在這上面這個更多裡面 更多裡面,你往下找 就會看到有一個叫做更多 更多的更多 你把它點下去 你把它點下去 這就是所有Google的服務 你往下看看 它已經快不見了 這個叫做Google快訊 有看到了嗎? 你會看到那個鈴鐺嗎? 有沒有看到? 放更多下面的更多,又進去的最下面 最終是Google快訊 因為有些時候,你某些字 某些關鍵字,真的找到資料不多 但是你可以持續關注 所以你看我再點進去之後 你可以把你的關鍵字,你看在這邊 把你要的關鍵字就把它打進去 把它打進去對不對 然後在這邊,你可以選擇要搜尋的類型 是Google的全部的,一般我都能選全部 因為這已經不好找的,我還要挑 有就沒辦法了 就先進去吧 這個裡面是不是很多的 你可以去區分說 到底是屬於新聞的才進來 還是屬於部落格的才進來 這裡類型可以選擇 那你要一天,它幫你查一次 還是要一個小時,還是要一個禮拜 這裡你可以設定 你可以設定 然後呢 搜尋的結果 要不要它幫你先過濾一下 那它只要有找到 它就會幫你送到什麼 你的信箱裡面去 你都要到了 就這麼簡單 真的 所以如果說那些關鍵字 你剛好找到資料不多 或者哪個議題是老師 您需要持續關注的 就讓它每天看定時送資料給你 而且它只有新的會送給你 舊的不會打到你 這很重要 所以你推到這個房間就可以 那你可以管理很多 那如果說萬一你這個資料 我已經不想要追蹤了 或者你要改變的時候 你就從下面這邊的管理你的快訊進來 比如說我給各位看一下像我關注的一些東西 像在這邊 像最近我有注意到那個 類SARS病毒 那我就可以關注一下中文的或者英文的有沒有 那你也可以像我上面這樣 如果你要直接關注兩個以上的關鍵字的 那就是像這樣子 中間一樣用半型的逗點割開 但是用這樣要注意一下就是 只有那個搜尋結果 兩個關鍵字都符合的才會出現 因為有些時候 你可能那個 幫你的關鍵字太廣泛 你希望能夠縮小範圍的時候 你可以用兩個關鍵字 把它整合在一起 那不然的話呢 就是一段時間它就會怎麼樣 就會有新的就會幫你直接送進來 那如果萬一不要就從這邊去做移除的動作就可以了 所以其實這個 顧客在這方面也是做的真的很不錯 那一段時間這樣的話 你就可以持續做一個關心